當時做官的只要抓到外商投資 就算是很厲害的政績 三井撲人就是靠著這個 開始在市內經營起關係網 我們這裡 有很多由下面一步步爬上來的官員 都跟他有瓜葛 秦宇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想入刀流就難了 因為他想 如果是一般的商人 憑借李衛軍的關係應該可以搞得好 但是涉及到外商的話 又跟市內的官員有錯綜複雜的關係 那就吵架了 恐怕李衛軍都覺得棘手 李衛軍和秦宇同時陷入沉默 張華在一邊看著他們兩個人 也不好意思開聲 車內馬上安靜了 過了很久 李衛軍突然說 秦師傅 你是不是百分百可以確定 到樓裡面有不妥 嗯 沒錯我可以確定 那就行了 這件事交給我了 秦師傅 你這幾天先休息 等我消息 李衛軍的語氣很肯定 似乎他已經下了某個決定 那究竟他們又會怎樣做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第四十八章 七星風雲脈 秦宇再次行入表哥張華的辦公室 已經是兩天之後的事 自從李衛軍說他會想辦法搞定之後 已經過了兩天了 但是一點消息都沒有 秦宇這兩天 就住在工地最近的一家五星酒店那裡 就不是說秦宇奢侈 而是這間房裡是李衛軍安排好的 比著秦宇自己 寧願住來工地近一點的酒店仔就算了 秦宇去到辦公室 在室內望了一眼 發現除了表哥以外 還有個女生坐在辦公桌前面 對著帳簿在輸入數字 秦宇心想 這個女生 應該就是表哥請回來的會計 他想起 舅母在電話裡吩咐了他很多次 要他幫一下眼 覺得這個女生多好的話 就叫表哥帶回家 看到秦宇一直看著女生 張華就唯有跟他介紹 這位叫童敏 童敏本來正在錄數據 聽到張華的聲音 他就抬起頭 對著秦宇笑了一下 你就是秦宇了 我經常聽張總提醒你的 九樣大明 秦宇不著行跡地審視著對方 心想 挺好 生得都挺延維 又挺漂亮 啊 表哥的眼光真是挺好 然後他笑著說 嘿嘿 什麼啊 我表哥肯定不會說我好說話 不過反而是童小姐你 我表哥經常在電話裡讚你 說你人又漂亮又聰明 誰娶到你呢 真是幾生收到啊 既然秦宇覺得童敏這份人不錯 當然要幫一下表哥 聽到他說話之後 童敏瞄了張華一眼 臉有點紅 秦宇見到之後 起而開心 看來童敏對表哥也有少少好感 這樣就碰過台油了 只要表哥加把勁 還是有機會抱得美人歸的 秦宇說 哎 我出去外面工地走走走 然後他一個人就離開辦公室 留下整面傻笑的表哥 還有紅粉飛飛的童敏在裡面 工地就快完工了 很多的建築都已經整好了 只有一些內部的裝修還沒搞定 不過 秦宇就看到 有很多建築的陽台那裡 掛滿了衫褲、床被這些東西 因為有些工人住在那裡 那這些衫褲鞋物 自然就是他們浪出來的 走走走走 秦宇就看到前面 有一班小孩圍著一個女孩在那裡笑他 偷蹦蹦 沒有人要 骯髒骯髒被人笑 我不骯髒骯髒 而且我也不臭 走 那個女孩很懦弱地在那裡反駁 但是 那些小孩的笑得越來越大聲 有一個明顯是帶頭的男孩 他手一揮,說 好了,我們走吧 不和那些沒有人要的臭乞衣玩 走 整班小孩就走了 結果,只有一個女孩孤零零的站在那裡 看到一個小女孩這麼瘦弱的身體 一個人孤零零的站在那裡 秦宇不由得伸出一份恋愛之情 他走到一個女孩身邊說 曉曉,還記不記得哥哥 哦,是哥哥 我記得你 你和張叔叔在一起 見到秦宇出現 秦曉曉的面上露出了笑容 很天真,很難瞞 他對眼很純潔 他記得這個大哥哥 他一笑起來 露出兩隻虎牙仔很得戚 曉曉,哥哥帶你去遊樂園玩,好嗎? 不知為何 見到曉曉,秦宇內心有一份很親切的感覺 這種感覺就好像見到親人一樣 令他萌生想要照顧對方的想法 曉曉說 謝謝哥哥,但是媽媽不讓我和人家走 曉曉聽到秦宇的說話 他的眼神首先是閃亮了一下 但是想起媽媽的吩咐 又暗淡下來 秦宇說 哥哥在那裡陪你玩,好嗎? 我們找些東西玩吧 他指了一下前面那堆沙 小時候 然後呢,和鎮上邊一群年輕人經常玩這種遊戲 將東西埋入沙裡 然後由一個人去找 那有時候埋得深了 連他們自己都找不到 沒有法子的情況之下 唯有一群小朋友 將沙堆剷起,搞得整個地都是沙 搞得大人整天罵他們 曉曉,你把石子埋入沙裡 你看哥哥能否找到他出來 秦宇在地上 在上面撿了一塊拳頭這麼大的石 然後遞給酵酵 然後就另轉身 吩咐酵酵埋好了就叫他另轉身 哥哥,我收到了 酵酵的聲音在秦宇背後傳過來 只見他那對純正透明的眼 很緊張地看著秦宇 曉曉收起來 哥哥就來找他了 他發現 雖然曉曉的眼睛一直看著他 不過呢 久不久都會看沙堆上的一個地方 秦宇知道 這個小女兒的眼神出賣了他 不過 秦宇沒有直接走到那個方位 而是扮鬼扮馬地在沙堆其他地方那裡掘了幾下 一邊掘還一邊畫 啊,是不是這裡呢? 啊,肯定在這裡 嘻嘻,哥哥好笨啊 秦宇笑得很開心 工地上那些小女哥都不願意陪他玩 而之前他因為病 幾乎每天都躺在床上邊 現在秦宇肯跟他玩 他自然開心得不得了 見到秦宇笑得那麼開心 秦宇特地摸了一下鼻尖 扮得好像很苦惱一樣 然後一指 就指著秦宇之前眼睛的那邊區域 秦宇收起來的真是好 如果哥哥這次最後都找不到呢 哥哥就認輸 見到秦宇走到那塊沙堆裡 秦宇的樣子很緊張 對眼睛不斷轉 這個表情 秦宇全都看到了 令他更加覺得這個小女孩很可愛 秦宇對手 特地在沙堆裡亂炒 但是呢 離蕭蕭眼裡邊看著的地方 還有些距離 見到那個小女孩很緊張 他就停手了 他轉頭和蕭蕭說 唉 哥哥認輸了認輸了 你告訴哥哥知道 你把石子藏在哪裡 嘻 哥哥真是蠢啊 蕭蕭嘟了下嘴 走到秦宇之前滑過的地方 他拿起衣袖 然後伸手進去摸 不用一會兒 對手就拿了一塊石頭出來 在秦宇面前仰來仰去 嘩 嘩 蕭蕭真是聰明 秦宇伸手 在那個小女孩的頭上摸了幾下 一邊摸一邊讚她 但是突然間 他一手抓住這個小女孩的手 神情很震驚 因為之前沒有留意到的 但是當蕭蕭拿起衣袖的時候 露出他細亂的手臂 秦宇加下才發現 他手臂內側是紋著一幅圖案 是七顆紅星排成一個三角形 在陽光的照耀之下 閃射出妖異的光芒 哥哥你…你弄痛我吧 秦宇這個時候才霉過神禮 趕快鬆手 果然 他拿到這個小女孩的手 出現了一道行癮 不好意思 哥哥弄痛你了 蕭蕭蕭啊 你手上哪個圖案怎麼來的 你…你説你七顆星星啊 他們是… 就在蕭蕭打算答的時候 突然間一把聲響起了 蕭蕭啊 不是跟你說了 不要跟陌生人說話的嗎 還快點過來 一個寒著背 戴著帽子 把整塊面遮在帽子下面的人 出現在他們旁邊 啪啪 這個突然出現的人 就是秦婆婆了 她看著秦宇 秦宇覺得 好像進入到十二月的寒冬一樣 那對是沒有任何感情的眼 眼白佔據了整個眼框的三分之二 混濁的眼珠好像沒有焦距一樣 但是 秦宇就是一種被死死釘著的直覺 蕭蕭聽到秦婆婆的聲音 她沒有回答秦宇的問題 直接跑到婆婆身邊 婆婆雖然對她很好也很疼她 但是婆婆呢 也都最討厭她接觸陌生人 秦婆婆拖著秦宇的手 剛好就握在三角七星的位置 遮住了秦宇的目光 我們走了 秦宇轉轉頭 對著秦宇笑了一下 跟著就跟著婆婆走了 秦宇站在原地 她嘴裡唸唸有詞 眉頭緊走 她怎麼都想不明白 七星風雲墨 為什麼 為什麼會出現在孝孝身上呢 對 湘西一墨的七星風雲墨其實 為什麼會出現在活人身上呢 說起湘西 大家第一個印象就是想起 湘西會趕屍 湘西一墨也多數跟死人打交道 古代人講究的就是入土為安 嚇死異鄉的柔子 也希望可以樂業歸根 所以就有一些玄學的門派 專門接一些趕屍的生意 正所謂人死魂飛 趕屍不單只是趕屍體 而最重要的就是要保住死者的魂 等死者的魂可以跟著屍體回鄉下 只有這樣才算是完成任務 而趕屍這一墨就有一門奇術 也就是剛才說過的七星風雲墨 被施了這種奇術的屍體 在手墨那裡就會出現七粒很紅顏的星星 組成一個三角的圖影 這個就是趕屍一門獨有的手法 人有三魂七魄的 三角呢指的就是三魂 而七星寓意就是七魄 七星三角在三魂七魄才不會散去 但是屍羽最怕的不是見到七星風雲墨 而是這個奇術竟然會出現在一個活人身上 出現在一個才十一二歲的小女兒身上 一個活人本來就是有三魂七魄的 還用不用到七星風雲墨呢? 秦羽蒙起雙眼看著一魯一笑的身影 在她面前慢慢消失 她心想這個秦婆婆都不簡單 那小女兒身上的七星風雲墨 和龍翻身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第四十九章 冷游 上期我們講到 秦羽去到廣州之後 就發現了地盤的風水是有問題的 而更加詭異的是 七星風雲墨 竟然出現在一個小女兒的手臂上 那七星風雲墨 和龍翻身究竟又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暫時將她放在一旁 我們講另一件事 就是在火車上 你還記不記得 秦羽遇到一個美女 而那個美女還偷走了她的沉龍盆 這個美女今天就出現在一塊壁綠的草地上 在草地上 一群弟兄在互相嬉戲追逐 而一個老婦人就握著這個美女對手 她很誠懇地說 哎喲 冷游啊 真是太感謝你了 這群弟兄的學習用具 總算是搞定了 那女人說 院長你別這麼客氣了 我當初都是在孤兒園長大的 孤兒園就是我家了 現在我長大了 自然要回歸孤兒園了 這個美女的名字叫做冷游 她瞭了一下眼邊的流海 她的樣子依然很性感 院長就說 冷游啊 你每個月給這麼多錢給孤兒園 你自己夠不夠用啊 現在賺錢很艱難啊 院長很擔憂啊 因為冷游是她從西秋都大的 她是讀過初中 但是現在這個社會 讀完初中出來找東西做 可以找到什麼好東西做啊 想起冷游每個月都寄幾萬元給孤兒園 她就怕這個小孩會走上邪門歪道 院長啊 我會跟你說了 我男朋友她開公司的嘛 這些錢都是她給我的 兩年前 你就說你有男朋友的了 你又不帶回來給我看看的 哎呀 阿油啊 院長沒有本事 不可以管理好孤兒園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快快活活活生活 孤兒園不可以變成你的負擔啊 你一定不要行差答錯 你要自愛啊 這樣才不枉我們孤兒園對你培養啊 院長雖然是上了年紀 但是對現在社會一些不良的風氣都是聽過的 想起很多女孩年紀輕輕 就去做小三做情人 再看看冷游這麼美女 唉 面色就越來越難看了 院長啊 我男朋友跟我差不多這麼大 要不是這樣啊 我下次帶她過來好不好 等院長你幫一下眼 唉呀 這樣就好了 第五十一章 道手 莫永昇說 我是顧客來的 我來這裡打算買東西而已 我見過羅家人多好 就打算買回去玩一下 莫永昇那個款就是 我錢多你催我 加上她那個二世組的氣勢 大家就覺得 她不是一心想買羅家的 而是想認識女孩子 冷油嘴角上笑 露出一絲冷笑 對付這些花花公子 她大把兒子 我不買 五千 莫永昇想都沒想 她繼續開口 似乎在這裡浪命 我就是錢多 但是冷油依然不理她 一萬 莫永昇的眼神閃著光芒 大家都以為 她是為了在美女面前辦事 但是沒有人知道她真實的想法 當然 冷油是很漂亮的 只不過 身為莫家少爺 雖然她對美女都沒什麼抵抗能力 但是在某些事上面 哪樣輕哪樣重 她都是分得清楚的 現在眼前的這塊羅家 比美女還要得多 這塊羅家 她剛才看過 已經確定了 是巡羽那塊沉龍盤 雖然不知道為什麼巡羽的沉龍盤 會出現在這個女人手裡 但是 這些不是重點 那個女人要買 她就要買 莫永昇說 哪怕到時候 巡羽知道沉龍盤在她手裡 也沒有聲音 這種 就是大家族出來的子弟 雖然有陣子是噴噴流 但是遇到大事 他們都是拿得很清淡 有些人會以為他們頭腦簡單 那只是因為 事情還未達到 令他們認真的地步 冷油心想 蛤 真是一條 她想不到對方直接把價錢又翻一倍 不過 莫永昇這樣做 也更加令冷油肯 對方就是衝著自己來的 除了冷油之外 旁邊的前老闆和兩位風水師都看到牛 一萬元他們不是沒見過 尤其是這兩位風水師 有陣子幫人做完發事 收入都不至這個價 但是 急著送錢給人的水魚 他們都是第一次看到 其實對於莫家來說 一萬元又算得上是什麼 莫少八萬元買個椰壺眼都沒有斬 更加不要說對美人獻恩勤 那個美女值錢的夜壺多多聲 美女可以抱著睡覺 夜壺難道你抱著上床一起睡覺嗎 而前老闆 開始因為莫永昇搞亂 當都覺得有點屈門 不過 現在就純粹站在一邊 剝花生看戲 反正 這個羅盤她三百元收回來 賣出去都是賺一兩百元 一兩百元對於她的店舖來說 只不過是一日營業額的零頭 反而 二世祖被人當水魚那樣禁 就真是沒見過 冷遊出聲 一萬元?我要現金? 這個價錢她覺得差不多 等她拿了錢就走 至於這條水魚 就跟她無縫無縫 冷遊一出聲 李冰輕輕嘆了口氣 心想 為何這個美女不等多一陣? 區區一萬元 哪裏可以體現莫少有錢? 至少也要等莫少 升價升到七八萬才賣 哪有可能低過夜壺的? 好了 給完錢 莫永昇接過沉龍盤 她笑淫淫地問 美女 什麼? 你和秦宇什麼關係? 冷遊吐了一下 我不認識哪個秦宇 她以為 莫永昇是想和她搭散 不認識哪個秦宇 特地說 嘿嘿 不管你們什麼關係 現在的沉龍盤就是我的 嘿嘿 莫永昇很開心 她小心翼翼地 撫摸著這塊羅家 她是親眼見過羅家的儀仗 想到那條迷你的五爪小金龍 心裡便澎湃了 羅家被這條水魚買走了 冷遊的目的也已經達到了 所以她就不再理莫永昇了 直接就走了 這件事是你的了 我走了 見到冷遊走出門口 李冰說 莫少爺 我就這樣讓她走 李冰就急了 這個美女若然是走了 以後人海茫茫就哪兒去找她 一萬元就不見了 連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莫永昇就來也沒有來 她心想 我要的就是這塊羅家 哎呀 正呀正呀正呀 她整個傻仔在那裡笑 李冰就爬頭了 這塊羅家 那兩個風水師傅都解釋得很清楚 根本就沒有用 為何莫永昇當正她是寶呢 李冰說 莫少爺 李冰說 這塊羅家 剛才的師傅他們說 咳 他們認識什麼 莫永昇說得很大聲 全部人都聽到她說話 桂泉和龐師傅的面色很頑 莫永昇這樣說 不就是落他們的面 桂泉忍不住開聲 她說 這位哥哥仔 是不是有些什麼高見 嘿 反正你們是看樓眼 這件正東西來的 嘿嘿嘿 我們看樓眼 那不妨聽一下 這位哥哥仔的意見 這塊羅家叫做沉龍盤 法器來的 是找龍脈的法器 哼 莫永昇看了桂泉恩眼 沉龍盤這個名字 是秦宇告訴她的 但是前老闆就轉頭了 嘩 這個羅家是法器的話 那整條街都是法器 其實法器這件事 在她店裡也沒多見 而且全部是鎮店之寶 就不對外賣 若然這塊崩了一角的羅家是法器 她是真的打死都不相信 李兵舉了一下手裡的盒 她說 啊 她就是法器 我們在地攤上面 都買到一件 其實她對法器是什麼 就不太了解 但是心想 莫少花了八萬元 自然不會有錯 貴全就和龐狼對視了一眼 他們心想 難道這兩個年輕人 是風水世家培養出來的子弟 啊 這次他們真是走漏眼 他就問 咦 小兄弟 可不可以 給我們看看盒裡裡 裝的是什麼法器 李兵說 這個是楊救貧先師用過的夜壺 李兵見到莫詠星就沒有阻止他 於是也打開一個盒 把裡面的夜壺捧了出來 龜泉和龐狼 剛開始的時候 還很認真地看著李兵對手 不過 當整個夜壺展現在他們面前之後 兩個人就忍不住笑出聲 就連錢老闆 也都在那裡焗一下忍笑 錢老闆就問 這位小兄達人 你這個夜壺 從哪裏買回來的 這東西哪裏是法器 整個就是現代的夜壺 上面貼的符綠 在他店裡買 也是幾元加一張 這東西若然是法器 他整個店裡的東西都可以叫做法器 李兵就說 在地攤 就是去年被人買走法器的那個攤位 唉呀 去年被人買走法器的那個當主 早就沒有擺檔了 那個當主 後來知道 他將一件法器幾十元賣出去 極到吐血 在醫院住了一個月 出院之後就沒有擺檔了 這件事前老闆就最清楚了 那個當主 那個當主 離他的店舖就不是很遠 平時店舖沒有生意的時候 他都會過去吹水 只不過 那個當主自從知道自己把法器買得這麼便宜 當場就吐血 就送了進醫院 出院之後 整個人都瘦了一框 而且不擺攤 早就不見了人了 前老闆說 你們肯定被人騙了 那些擺檔的人呢 我是最清楚的 說話沒有句真 你試一下在他們的那些檔口走走走 那個當主都會說去年那個法器 是在他的檔口買走的 就是來騙你們這些人的了 不是吧 夠膽騙我們 讓我過去融掉它 這個年輕人 你不要衝動 這行就有行規的 我們這行的規矩 跟古董有點像 所以 所謂真假全靠一對眼 你認定了 買了下來 不管是真是假 你都不可以找它算賬的了 買到法器的話 就是你有眼光 買到流的東西 就是你眼界不行了 你就唯有自認當客了 李兵本來打算衝出店頭 但是前老闆叫住了他 他看了莫詠星一眼 而後者也給了一個 算數了的眼神給他 那就唯有是這樣 桂泉說 小兄弟 法器不是那麼容易找的 就算是我們行內人 都不可以一眼看得出 更加不要說你們這些行外人 有時候看流眼 很正常的 歸傳這樣說 其實就想安慰一下他們 不過 這句說話 被莫詠星和李兵兩個人聽到 就很耐耳 認為是諷刺他們 沒有眼光 抵他們死 莫詠星說 就算夜虎是假的 尋龍盤 肯定是真的 旁邊一直沒有出聲的龐龍就說 是? 你怎麼分辨法器的? 法器有什麼特徵? 法器的作用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嗎? 龐龍這樣問法 令到莫詠星無言以對 他哪知道這麼多法器有什麼特徵 怎麼分辨呢? 這個時候 莫詠星直接掏出手機 我自然有辦法證明是法器 然後他打通了陳宇的電話 本來 他想買了一個尋龍盤就算了 不想告訴陳宇知道 不過現在被人踩到心口 好吧 以他二世祖的性格 自然就要出一口氣 秦宇既然可以驅動一條金龍出來 就肯定知道尋龍盤是怎麼用的 只要告訴他方法 讓他召喚金龍出來 給這班人看看 他們就知道 究竟是誰走漏眼 那究竟莫詠星 又可不可以驅動金龍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吧 第五十二章 失而復得 旁邊一直沒有出聲的龐龍就說 是?你怎麼分辨法器的? 法器有什麼特徵? 法器的作用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嗎? 龐龍這樣問法 令莫詠星無言以對 他怎麼知道這麼多法器有什麼特徵 怎麼分辨呢? 這個時候 莫詠星直接掩上手機 我自然有辦法證明是法器 然後他打通了秦宇的電話 本來他想買了一個尋龍盤就算了 不想告訴秦宇的 不過加上被人踩到心口 以他二世祖的性格 自然就要出一口氣了 秦宇既然可以驅動一條金龍出來 就肯定知道尋龍盤是怎麼用的 只要告訴他方法 讓他召喚金龍出來 給這班人看看 他們就知道究竟是誰走漏眼 電話很快就打通了 秦宇接過電話 聽到莫詠星說的東西 他說 什麼?我的尋龍盤現在在你裏? 秦宇很大聲 嚇到坐在對面的張華 拿筷子的手一枕 整塊肉就跌在桌面 張華望了一眼 秦宇在看著自己 心想 他真的不假了 他差點想把自己的表弟掐死 你接電話就接電話 突然這麼大聲搞什麼鬼? 搞到自己在童吻面前出醜? 秦宇說 你現在在廣州? 你在哪裡? 我知道了,你在那裡不要走 我馬上過來 不久秦宇就收了善 他的樣子很激動 他說 表哥 我現在要去風水街 你和童小姐兩個人吃吧 你去風水街搞什麼? 那裡賣的風水東西 對了,我忘記了 說到一半張華才醒來 自己表弟看風水 秦宇說了一下 嗯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出現在在風水街 我現在要過去了 說完他就出門口了 但是出了飯店之後 秦宇才發現 自己剛才太急了 只是知道風水街這個名字 但是連地方在哪裡都不知道 這個地方的開發區 還不是員工之前都比較偏僻 這裡的士也不多保 就在秦宇打算走出大馬路 再打車的時候 他就聽到張華的聲音 小儀 上車 帶你去風水街 這裡打車有時間打 他轉頭一看 原來表哥和童敏都在飯店裡出來了 反正我和童小姐都吃飽了 看你的樣子好像很急 快追出來看看什麼事 秦宇看了一下童敏 那個樣子很抱歉 明顯他們兩個是提前走的 因為秦宇走的時候 點的菜才上了一本 至於張華 大家自己人就不用說什麼 坐了上車 秦宇才有時間靜一下心思考 他的尋龍盆 明明是被那個女賊偷走了 為什麼又會出現在莫詠星的手裡 而且還在風水街 他心想 難道那個女賊 是莫家派來想偷我尋龍盆 不過這個想法他馬上就否定了 莫家兩子弟看來不是這樣的人 更何況如果是莫家手段的話 那莫詠星還要打電話給自己呢 張華把車停在街口 他說 全面就是風水街了 不過裡面有很多人 我輛車不能進去 我們就在那裡下車行吧 秦宇下車之後 他看一條街 看到一塊鐵牌就留在路邊 上面寫著三個大字 移龍街 看到這裡的人切磋轉 秦宇就這樣嘆 人們都說 沿海地方的人最信風水 果然是真的 這裡搞到整個市場 張華說 有什麼呢 這條街都不是最大的 靠南城區那邊 那條街才熱鬧 就是這樣 三個人就走進風水街 風水街上面很多當舖 叫賣聲不斷 走過路過 別錯過了 張天師生前用的圖木劍 買回去可以辟百邪 鬼崇不侵 最後一把最後一把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了 發花子大師海光用過的佛仔 保一生平安 數量有限 先買先得 一進到來 秦宇就吐了 這麼大的市場 跟各個當主的叫賣聲 討價還價聲 熱鬧過一般的街市很多 當主拿著一把圖木劍就說 幾個老闆想買些什麼 我這裡什麼都有 全部正東西來的 看不見到這把圖木劍嗎 張天師曾經弄過的 秦宇望了眼這把圖木劍 這把劍就連材料都不是圖木 當主竟然敢說是張天師用過的 這樣都敢吹 他不想再聽當主吹水了 直接問 老闆我想問一下 易安齋是在哪個位置 喔 易安齋啊 前面路口 轉左第一間就是了 聽到秦宇是來問路的 當主的熱情一下子就沒有了 隻手亂地指了一下 就沒有再理他了 順著店主指的方向 秦宇左轉之後 發現這一片全部都是雙袍 就沒有地攤了 來這裡走的人 比剛才他們經過的地方少了一大半 一下子感覺清靜一點 易安齋 啊 易安齋在這裡了 秦宇直接走進店鋪 一進去 他就覺得氣氛有點不對勁了 隱隱若若聞到火若味 莫詠星說 哼 等下你們就知道 是不是發氣了 米維自己會看一點風水 就很厲害 秦宇聽到莫詠星的聲音就知道 他應該是跟人家有喊撒 秦宇咳了兩聲 很快就引起他們的注意 哎呀 秦宇你來了 喂 趕快跟我說 怎樣吹動沉隆盤 莫詠星看到秦宇一進來 他眼睛一聲發光 馬上空上來拍了一下秦宇肩 秦宇說 我的沉隆盤為何會在你手上 我還問你 為何把沉隆盤給了一個女人 人家拿來店鋪賣 幸好讓我看到 不然讓老仔三百元收走她 喂 那個女生 你的女生嗎 莫詠星給了一個 是兄弟明白的 的眼神給秦宇 因為話說 那個女生也挺漂亮的 身材也好 這樣的女生 若然可以成為自己的女 嘩 想想也很棒 但是秦宇就說 什麼女生呢 她是賊來的 她在火車上 偷走我的沉隆盤 賊啊 你嚇鬼嗎 這麼漂亮的女生 用她做賊 隨便找個有錢人 或者找個有錢人 像我一樣 什麼都可以啊 莫詠星就不相信 因為她覺得 女人最大的資本就是樣子 哪怕你再厲害 都不如樣子好一點 秦宇就說 我說真的 不過現在拿回沉隆盤 這些東西不要緊 等等 什麼事啊 喂 秦宇 這個沉隆盤 我花了一萬元 在女人手裡買回來的 行了行了 等一下給你錢 秦宇還以為是什麼事 一萬元 她現在還拿得出來 莫詠星就說 慢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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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沒有搞什麼 我現在是沉隆盤的主人 我沒有說要賣給你 哈哈哈哈 莫詠星就笑了 還要笑到見牙不見眼那隻 見到秦宇一面驚啞 她覺得很開心 秦宇說 這件事是裝物來的 你是屬於購買裝物 照樣要物歸原主的 你也癡筋的 你說裝物是裝物的 你報警一笨 你見不見到這位 這位 公安局局長的兒子 你覺得 警察會站在你那邊 還是站在我那邊 你 秦宇激到沒有聲出 她想不到莫詠星居然有這樣一著 憑著莫家的實力 真是很難通過一般的方法 拿回沉隆盤 莫詠星說 好了好了 不跟你爹這件事 喂 你現在教我 怎樣召喚一條金龍出來 那幾個人不信 說是發氣 秦宇終於知道 莫詠星打電話過來 原來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於是她笑笑口說 既然沉隆盤現在是屬於你的 那這件事和我就沒有什麼關係 她沒有再理莫詠星 反而欣賞在店舖裡的東西 你又真是謎話 易安齋的東西都挺齊全的 幾乎所有的風水道具都有 而且很多款式 擺到琳朗滿目 見到秦宇不理她 莫詠星很無奈 秦宇若然不交方法給她的話 沉隆盤在她手裡 就和舊墨是沒有分別的 莫詠星說 喂 不要這樣了 最多 你以後要用的話我借給你了 成交 秦宇就是等莫詠星這句說話 反正 借就沒有說借多久 借一日是借 借一個月是借 借一年也是借 借十年八載也是借 莫詠星和秦宇兩個人聊天就很小聲 只有李冰和張華彤問幾個人聽到 前老闆和龐貴兩位師傅 就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李冰看秦宇的眼神有些奇怪 帶著一絲的探究 莫詠星是什麼身份 是莫家的少爺 看兩個人聊天 好像莫詠星也有些要就著秦宇那樣 這種情況居然發生在莫家少爺身上 難道這個叫秦宇的人 都是大有來頭的 那究竟秦宇可不可以驅動金龍出來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 第五十三章 又見金龍 莫詠星和秦宇兩個人聊天就很小聲 只有李冰和張華彤問幾個人聽到 前老闆和龐貴兩位師傅 就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李冰看秦宇的眼神有些奇怪 帶著一絲的探究 莫詠星是什麼身份 是莫家的少爺 看兩個人聊天 好像莫詠星也有些要就著就著秦宇那樣 這種情況居然發生在莫家少爺身上 難道這個叫秦宇的人都是大有來頭的 莫詠星說 喂 快點啦 把金龍召喚出來 讓他們開下眼界 是 莫詠星這句話就很大聲 前老闆他們三個都聽到 於是三個人都看著秦宇 聽年輕人的口氣 似乎眼前這個人有辦法證明 這塊鑼尖是發氣 秦宇皺了一下尾 因為莫詠星的語氣當中帶著明顯的挑釁 他直接上前 向前老闆他們三個抱拳 他問 幾位是 前老闆說 哦 我是易安齋的老闆 升前 這兩位呢 是我們玄學會的理事 貴師傅和龐師傅 前老闆 貴師傅、龐師傅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這塊鑼尖呢 其實 玄學會這個名 秦宇聽賀平說過的 知道是風水上司的組織 貴師傅、龐師傅 自然就是風水師 他接觸這行比較短 真正遇到的風水師 也只有賀平一個人 對行業的平均水準也不太清楚 問這句說話呢 是想試探一下現在風水師的水平 貴師傅說 這塊鑼尖 我們之前看過了 雕工 確實是出自大家之手 材料 是用最適合製作鑼尖的軟膜 是一塊上階的鑼尖 只是可惜 它崩了一角 導致這個鑼尖 沒有用 聽到這句說話 秦宇就知道 這兩位風水師傅 應該要差過賀平 因為賀平摸完那塊鑼尖之後 就知道是一件法器 明顯眼光要好過面前這兩位師傅 秦宇說 其實這塊鑼尖 確實是法器 原先是屬於我的 只不過幾日前被人偷了 想不到今天又找回 秦宇這番說話 令到他們三個很詫異 羅庚竟然是他 學他所說 羅庚是法器 那他自然是風水師 但是 哪有這麼年輕的風水師傅 小兄弟 你說羅庚是法器 有沒有辦法可以證明 嗯 這個自然是有的 對了 前老闆 不知道你這裏 有沒有些安靜的地方 幾個人現在站的位置 其實是店鋪門口 外面的人走出走入 如果尋龍盆的異象 被太多人知道的話 就不是那麼好 因為財不可露眼 前老闆說 我們這裏裡面 就有個茶室 我們一起進去吧 前老闆明白秦宇的意思 一般法器的主人 都不會拿一件法器出來四周圍的樣子 所以就招呼店員看好店鋪 然後帶著所有人走進去 說老實 他都不信這塊羅庚是法器 但是 眼前這個年輕人說得明明白白 這件事本身是他的 意思就是說 他有辦法令到所有人知道 羅庚到底是不是法器 走進秦老闆的茶室之後 秦宇看了下身邊的尼兵 這傢伙抱著夜壺 抱著一閃 秦宇問 你抱著夜壺搞什麼 秦宇一眼就看得出 這個只是普通的夜壺 莫永昇說 李兵啊李兵 你不要抱著夜壺 這個東西睹眼睹鼻 你扔掉它吧 免得讓我看到 李兵瞄了下嘴 睹眼睹鼻 你花百萬元買回來的 如果不是花那麼多錢 我才不會抱著它 李兵看了下茶室 看到角落頭有一張桌上擺著花瓶 他就把花瓶拿開 把夜壺放在上面 好了 等所有人都進來之後 歸傳就說 小兄弟 你現在可不可以讓我們看看 這件法器有什麼神奇之處 秦宇把尋龍盤放在茶几的正中間 然後說 各位看實 之後他雙手做手癮 口裏面默念著不知什麼 李兵推了一下莫永昇說 搞什麼 神神秘秘的 莫永昇說 你看就是了 這麼多聲氣 告訴你 等待睜眼睜眼千萬不要錯過 其實何止李兵 就連一起進來的同文都很疑惑 秦宇是風水師的事 張華沒有跟他說過 只是說他表弟秦宇就快畢業是大學生 不過 在這班人當中 面識變得最快的就是歸傳和旁龍 因為當秦宇的手印一做好 兩個人就神情一陣 他們互望了一眼 又再次望向秦宇死死地盯著羅盤 秦宇說 起! 然後他手印一遍 食指指尖在尋龍盆上面畫過 形成一個圓圈 看到這裏 莫永昇就興奮了 上次金龍就是經過這一步之後出現的 忽然間金光閃動 一條金色的身影就出現了 正正就是那條迷你版的金龍 只不過相比上一次 這次的金龍明顯就大了很多 金龍在尋龍盆上面游蕩幾個圈之後 一聲長燒 但是這次沒有向一個方向飛走 而是又慢慢化為金光 消失在空中 相比起上次召喚金龍 這次秦宇就覺得輕鬆很多 只不過是有少少頭暈而已 很快又恢復清醒 已經沒有了以前 每驅動一次金龍就吐半天的情況出現 金龍散去了 茶室陷入一片沉寂 過了很久 李冰突然間說 嘩嘩 我看見什麼 你…我頂你金龍來的 莫永昇拍了一下李冰肩頭就說 唉 知道了 知道了 金龍 金龍來的嘛 淡定 淡定些 她的樣子就好像說 英俊 跟我學習吧 但是誰不知 第一次見到金龍的時候 其實她也是看到嘴嘴的 童敏也張開口 她覺得很不可思議 輕輕問了一下張華三角就說 張總 什麼回事 是不是變魔術了 張華說 應該…應該不是吧 金龍 張華也是第一次見的 她驚訝的心情 完全不在同吻之下 貴傳就說 果然是法器 還是法器的精品 我來走漏眼 這位兄弟怎麼稱呼呢 不知道來自哪個風水世家的呢 我姓秦 獨自一人 蛤? 不是風水世家 貴傳和龐龍兩個人交換了一下眼神 兩個人都發現 對方眼裡有深深的震吼 又看到秦與結手印開始 他們就以為這個年輕人應該是出自風水世家 但是想不到和他們一樣都是普通人家 想回巡語的年紀 兩個人深入一陣飲炭 這個人的天資真是恐怖 他們在這個年紀 都只是跟著師父打下手 連法器是甚麼都沒有聽過 蛤? 不知道陳兄弟是哪讀來的呢? 江西? 蛤? 原來是金南一派 靈師一定是個高人 其實我們廣州和金南 都是一默相傳的 不知道陳兄弟有沒有加入元學會呢? 不怕兩位笑了 我真正踏入風水這行 其實沒多久 之前都是跟師父學習 沒機會接觸其他東西 秦遠這句話是半真半假的 確實 他的確是做這行做了不是很久 但是他哪有師父啊 純粹老了 貴傳就說 陳兄弟 願不願意加入我們元學會 去廣州分會呢? 相信有我和老婆的推薦 秦兄弟要做理事是絕對不成問題的 加入元學會? 秦遠發夢也想不到 貴傳會突然邀請他加入元學會 其實他自己不想加入什麼組織 因為他的性格是不喜歡受到什麼條條框框的束縛 對於這類組織說實 沒有什麼興趣 真是不好意思 加油 為何不加入 我記得廣州元學會今年的會員交流 好像就快開始了 秦遠剛剛想拒絕 但是莫詠星就開口截斷了他的說話 秦遠看著莫詠星 他不明白了 莫詠星為何要截著自己呢? 不過莫詠星對著他斬錯一下眼 似乎叫他先答應著 貴傳說 秦兄弟 我們元學會呢 只是提供一個同行交流的平台 每年會組織幾次同行的交流會 對於會員和理事是不會有什麼要求的 更加不會有什麼限制 而且加入元學會之後 有一張資格證 這張證 就相當於我們行業的資格從業證 有了它 行事會方便很多 貴傳又解釋了一下 入元學會的好處 畢竟在廣東這裡 很多老闆找人看風水 都會選擇元學會裡面的風水師 因為現在的滾油太多了 元學會的證書 就相當於證明了風水師的身份 有官方幫你背書 老闆自然就放心很多 莫詠星又說 喂秦羽 加入元學會 加入元學會 逆你呀 祭啦 他一直跟秦羽單眼 秦羽想了一下 若然真是學貴傳所說 加入元學會 似乎都沒有什麼壞處 他說 好吧 不過加入元學會 需不需要辦什麼手續 哈哈哈哈 我們元學會很寬鬆的 只要有三個會員舉戰 就可以成為會員的了 如果是理事推薦的話 一個就夠了 我和龐師傅同時推薦你 什麼手續都不用辦 拍張照 填張表 搞定了 就是這樣 秦羽就加入了元學會 究竟他在元學會裡面 怎樣大放異彩呢 我們又留下期繼續說 第五十四章 天正石 上期我們講到 在風水街裡面 秦羽召喚了 尋龍館裡面的金龍出來 看到龐師傅和貴師傅 兩個眼都睛了 貴師傅還說 可以舉戰秦羽入元學會 但是秦羽似乎不是很想 不過一邊的莫詠星 就不斷慫恿秦羽入 無奈之下 秦羽就唯有答應 跟秦師傅、貴師傅約好了 明天在元學會廣州分會碰面之後 秦羽他們便離開易安齋 一出門口 秦羽便問 喂 你為何不斷擋我眼 要我現在入元學會 莫詠星說 那你知不知道 我為何今天會來廣州 我怎知道你為何會來廣州 我又不是你的回叢 其實好像莫詠星那樣的有錢少爺 四周圍飛是很正常的 現在交通這麼方便 他又有很多錢 可能今天在廣州 明天去上海 後天去北京都說不定 莫詠星小小聲說 我姐姐不是叫我監視賀萍嗎 她前天來了廣州 賀萍來了廣州 秦羽的神色變得很嚴肅 賀萍這個人身後 有一個神秘的組織 亦邪亦正 那他來廣州到底是想怎樣呢 莫詠星接著說 而且他來廣州 就是參加元學會的交流活動 所以我才叫你答應那兩個人的建議 加入元學會 那到時我們便有機會 看看廣州想怎樣 這件事你有沒有跟你姐姐說過的 當然說了 只不過我姐姐說回家處理的事 就叫我過來 想不到你又在這裡 喂喂 我也未問你 突然間過來廣州搞什麼 莫詠星這個時候想起 自己在這裡是因為要監視可憑 但是為什麼秦羽都無端端出現在這裡 還要離得早過他 秦羽和莫詠星粗略地解釋了下來這裡的原因 聽到莫詠星雙眼放光 又日本人又龍翻身 多精彩 於是他下定決心 在廣州這陣子就跟著秦羽 秦羽說 你跟著我幹什麼 我天天在工地 你不肯又睡工地了 秦羽實在不想被這個公子哥兒 纏著自己 所以就說自己睡工地 端鼓他頂不順的 莫詠星說 嘩!OK喔!OK喔! 我睡工地附近的賓館就可以了 喂 不要忘記 這個尋龍盆 當然是我的 我借給你的 我隨時都可以收回 嘿嘿嘿 你不覺得無聊你就跟著來吧 兩個人就是這樣結束了對話 莫詠星打發了利兵 和街口等著他的幾個儀勢組 就直接開車 跟著張華去工地 而秦羽當然是坐莫詠星的車 那就不是因為莫詠星開靈車 而是他想製造多一點的機會 給表哥和童敏 自己經常做電燈膽 那令表哥的感情沒有進展 舅母怪死自己 好了 第二天 秦羽、張華和童敏 三個人就齊齊坐莫詠星的車 他們就出發去月秀區 玄學會廣州分會的位置 就是在著名的光孝子邊 原本童敏沒有想跟著一起來 不過秦羽就勸他一起去 當然了 到時去光孝寺那裏看東西都不錯 童敏推躺了一陣之後 最後都答應了 只是目光看了一下隔壁的張華 面上露出了一絲的眉紅 秦羽想什麼 就真是司馬超之心 露人皆知 就連莫詠星都看得出 他打算撤合童敏和張華 而童敏自己又怎會不清楚呢 女生在某些方面都比較敏感 莫詠星將車開到一幢大廈前面 龜泉和龐龍已經在大廈下面等著他們 在這裏就加插一下花邊知識 光孝寺附近其實真的沒有什麼大廈 因為那裏我從小玩到大 我在那裏讀了六年小學 所以你真是不要想著去廣州旅遊 就順便去這裏觀光打卡 就沒什麼必要 不過廣州真的有個道教協會 他的位置就不是在光孝寺那邊 而是去回人民北那邊 好了 先說到這裏 我們言歸正傳 秦宇下車之後見到大廈門口 掛著七個古允大字 寫著廣州園役研究文化會所 見到這七個古允大字 秦宇下了下頭 看來廣東人對風水這方面都比較在意 這個分會見到這麼豪華 而且還這麼光明正大 就可以看得出 風水師在廣州人心中的地位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沒多久 風水就被打入封建迷信這個行列 有很多風水師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但是唯獨廣東這個地方就除外 因為廣東人對風水之類的東西是最信奉的 無論是店頭開張 紅白喜事都會找風水師、算命師來看過 就算不請他們來看 都自己揭一下通信 看看日子 秦宇他們下了車 就跟兩位師傅走進去 貴傳走在前頭 一邊走一邊就問 秦兄弟 這裏就是我們銀學會廣州的分部 怎樣? 夠不夠氣派? 秦宇摸了一下鼻哥說 我開頭還以為應該在這條行裡 哈! 其實這幢大廈都不只是我們分會 五層以上是一些其他公司的辦公場所 不過那些公司的員工呢 在側面樓梯上的 而下面的五層呢 就是屬於我們銀學會的了 一二樓就對外開放的 平時會搞些講座 講些關於住宅選子要注意的問題 因為我們原學會成立的理念呢 就是希望將風水學說發揚光大 造福市民 而三樓到五樓呢 就只有原學會的會員才可以進 那所以 貴全講到這裏就停了 他對眼看著和秦宇一齊來那三個人 三樓到五樓只有原學會的會員才可以進 是原學會成立的時候就定下的規矩 他雖然是理事 但是也不能破壞規矩 莫永昇想著要說話 但是先張華開口 乙呀 乙呀 你上去就好 我們便上車去等你 就是這樣 秦宇就跟著貴全上了三樓 一出三樓電梯 秦宇就比眼前的東西震驚著 一片像多高的黃山石 放進入口 古樸方正 沒一絲吊砸的痕跡 只是望一眼 秦宇體內的念力 又不由自主地运转起身 就好像一个见到心爱玩具的弟弟哥一样 他很欢迎 秦宇文 贵师傅 这块是 是天正石吗 正所谓黄山有一石 天正方圆 受天地精华 妖邪不能跟 鬼崇不敢靠 君子观之 可正弃养神 小人观之五雷镇顶 心实不力 贵全说 没错 这块就是天正石了 秦兄弟 果然思传渊源 看一眼 就知道是天正石 这块石 是我们元学会成立之初 第一届会长捐赠的 好大手笔 有这块天正石在 分会的气魂 自然是蒸蒸日上 说起天正石 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都很陌生 不过 如果说海清天海瑞 这个名字相信你就可能会知道 海瑞 自称江峰先生 他一生清静年杰 江静不阿 围观的时候 他不阿如奉承 相传 海瑞在小时候 有人送了一块拳头 这么大的石给他 并且跟他说 这块石就叫做天正石 你经常带着它 可以静气收身 收到这块石 海瑞就很开心 将它放在桌上 一望夜望 这么多年下来 受到天正石的影响 海瑞的品性也慢慢改变 变得像这块石一样 光静不阿 善恶分明 另外 几云的草堂笔记中 曾经记载过一件事 就是海瑞任应天寻款 这个职务的时候 某次在外边巡查 刚巧遇到百年交交徒 当时百年交交徒 想着煽动民暖 又因为海瑞在民间很有威望 怕它破坏 所以 所以 当晚他们就施展鬼朔 引恶鬼 去拿海瑞的命 而海瑞当时 就坐在书房里面 举灯夜读 忽然 一阵阴风传出 那些门窗出到乏乏声 但是海瑞呢 他坐在那里 动都不动 拿起书桌上的正天石 高高举起 然后 啪的声 用力拍了下来 对着门口就咬了 妖魔鬼味 不得见人之背 不读书之人 一生正弃 怎会怕你们 海瑞说完之后 门窗的风突然间就停了下来 只听到几声哀鸣 之后 就恢复平静了 第二 那些工人打掃庭院的时候 就发现庭院里面 有几只动物的尸体 似乎是被什么东西压死了 后来那些人说这件事的时候 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说海瑞一身正起 那些鬼邪被他喝一声就震死了 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说海瑞动用了天正石的力量 而天正石就是天下一等光阳之物 是所有阴邪鬼味的黑星 海瑞举起正天石拍下来 大家一早就不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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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